1月7号晚上7点多 嘉兴高速交警正在辖区巡逻 忽然发现杭州湾环线高速 往杭州方向156公里处 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在应急车道上 还打着双跳灯 白色轿车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呢 一起来看 高速交警发现 停在应急车道内的白色轿车后 立即鸣笛示意 但是驾驶员并没有移动车辆 而是勉强伸出一只手来示意 意识到有情况 高速交警立即上前查看 什么情况 据了解 驾驶员当时是从海宁驾车 前往杭州走亲戚的 结果开了10分钟 就感觉胸口不适 驾驶不了车辆 于是便靠边停车 还叫了120 但是休息了一会儿 又觉得没有必要 就让120不要过来 自己暂时在应急车道内 继续休息一会儿 没想到遇上了巡逻的高速交警 需要给你叫120吗 什么 你没办法过来 没让他过来 就你现在自己感觉 平时有没有这种心脏不舒服 或者有没有病症之类的 没有就突然这样子 驾驶员表示 自己以前也有过类似情况 和胃病有一定关系 稍微休息一下就会好转 了解情况后 为避免二次事故 高速交警带着驾驶员 帮他把车子开下了高速 在收费站外广场 高速交警再三叮嘱驾驶员 要量力而行 如果真的撑不住 要及时联系高速交警和120求助 避免半路再出状况 记者王延渊 编辑报道 记者王延温